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下 我们上个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过的一个DIY 可以自己制作非常漂亮的一个手空唇膏的一个小套装 那么在这个套装里面的话呢 是有五个这个唇膏的小罐 然后会免费送给我们 以及三种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把它和我们的唇膏原液进行一个混合 那么我们可以先用它的装饰的纸 来给我们的唇膏盖呢进行一个装饰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装饰纸呢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爱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小杯子 可以把我们唇膏呢进行一个这个融化 然后这一个小杯子 这个唇膏的原液呢还是特别的黏 我们这边可以再多取一些 我们可以把我们小杯子呢 是放在我们一个大的这个杯子当中 进行一个隔水加热 我们的水呢是一个刚刚烧开的一个热水 在用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小心 然后我们这个颜料呢 是有一个粉红色的 我们可以把它加进去试一下 这个味道也是特别的好闻 我们可以把它灌在我们的唇膏灌当中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材料 给它进行一个妆化 其实用别的也是没有关系 现在呢我们就是只能是让它晾干 那么这是我做好的一个粉红色的小唇膏 看起来呢是非常非常可爱 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反光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然后它这个味道呢是有一个樱桃的味道 然后非常的清新 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甜 也是非常的不错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套装的话呢 还是非常的好玩 因为一方面呢 既可以自己在这边呢 去做一个DIY的一个小的手工设计 另外那一方面呢 也可以让它呢是做得更加的漂亮一些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哈拉赞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呢是每天每周都会进行更新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你就能够是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出视频啦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装饰好的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这个唇膏盖 然后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它下一期 我们给你带来继续的其他的DIY做我们的口红 或者是唇膏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呢 你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一下下转的赞 一个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